就在导弹要砸中你时 你还有心情打牌吗 社长的回答是有 命没了就没了 但牌不打完老子死不瞑目 距离导弹来袭还有一分钟 社长果断神抽 接着发动死者苏醒 复活魔法神灯 因为其效果 可以特殊召唤神灯精灵 不得不说社长打牌天赋很高 印了张专门对付大法师亡灵的牌 魂粉碎 每支付500生命值 就可以除外目的中的一张卡 而钢三郎的目的只有5张卡 社长一口气全部排除 而生命值也正好够缩写 大法师攻击力变回1800 钢三郎看得头皮发麻 社长表示论打牌你还差得远 将场上两只怪兽当作祭品 召唤青眼大白龙 随着社长骚气的意志 黏鱼头开始发波 一下子就达到了人生巅峰 粉碎了黑暗大法师 但钢三郎输了不认账 要强行夺取社长身体 是小游戏 社长一跃而下 接着两人开始生死逃亡 钢三郎紧追不舍 此时导弹已经发射 社长与游戏走投无路 乃亚一声令下 二人就开始跳楼 出口也就此出现 两人回到了现实世界 乃亚也将身体还给欧豆豆 在幻觉中他与欧豆豆告别 这时的他才感觉自己是个人 不再是一个机器 于是他回到了钢三郎的身边 乃亚要与钢三郎同归于尽 光条束缚住红色怪物 父子俩融为一体 与此同时飞艇已经起飞 三人在后面紧追不舍 就在导弹要砸中时 社长抓起欧豆豆 一把扔了上去 自己也跳上飞艇 游戏也被城之内拉住 与此同时导弹命中 钢三郎与乃亚就此消失 冥冥之中 欧豆豆听见了乃亚与他告别的声音 爆炸的余波咬住飞艇不放 就在要吞噬飞艇时 社长一声怒吼 砸中后背隐藏能源 飞艇变身战斗机 一口气冲出火海 看着变成废墟的堡垒 众人感慨万千 而乃亚篇章也就此结束 战斗城市决赛篇即将开始